这面墙太酷了 56个民族 56种不同色彩的酒瓶 今天就跟丁丁一起来看看 中国茅台泰国品鉴中心 准备好了吗 非常的富丽堂花 茅台酒是由中国国酒之称 曾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 被评为世界第二名酒 半个多世纪以来 太精湛地酿造记忆和独特的色香味 为世人称颂名价天下 最大的这瓶是一身装的 这瓶那么小才50毫升 这边好厉害啊 十二生肖瘦瘦瘦 瘦瘦的上方相对应的是 这个生肖的茅台酒 牛 看看上面的酒 牛酒 全部是珍藏版 这个区域可以对茅台酒的历史背景 和制作工艺 做一个初步的认识 首先是它的产地 盈贵高原 茅台镇 量刀原料就是这样的糯高粱和有机小麦 可以看到茅台酒的主要工艺流程 包括制取 制酒 注存 勾兑 勾兑和包装 5个过程 一瓶普通的茅台酒 从头料到出厂 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 历经30刀工序 165个工艺环节 这些都是茅台酒在国际上 曾经获得过的荣誉和奖项 这是金族 有个小斗笠 瓦族 瑶族 普朗族 哇 这些则是茅台酒进入各个国家的见证 意大利 澳洲 非洲 圣地雅各 智利 这一排也是整套的十二升小酒 燕金八景 我相信这里总有一款茅台酒 你从来没有见过 岁月自阔阔 茅台文化如一缕光 突然醒来 汇晨黄黄之关 在泰国继续书写她的富裕篇章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欧洲